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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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秉称 戊戊戊戊戊戊戊 这个八字是我学生 他怎样 他传给我的 他传给我的 他在这一个八字里面 他传给我的时候 其实 就是他自己内心已经有底了 他内心已经有底了 为什么 其实这一个八字他在 他原本我们先来看 以大运来讲 木克土 有没有看到 他的土受伤 其实等同他的日足受伤 好显他的天干来讲 甲木生丙火来生戊土 所以他是地支 日足已经受伤 但是天干的部分没有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话 其实大多数不太会有多大的问题 但是他在今年却出现了一个问题 他戊土跑出来 所以说他的戊土在今年受伤了 他的戊土在今年受伤 所以原本他今年就突然之前就一度生命摧毁 他就一度生命摧毁 然后过了我们一般预料 6月到10月会好 但是其实再给我看的话 他最多最多只能够撑到 9月到10月这一段 因为再来的时候 他又要再面临一次的日足受伤 所以这一个11月顶多 就11月初会是顶多他再挨一次 但是各位他并没有挨过 他没有挨过 所以说他在前一阵子就往生了 但是我为什么会提这个八字来跟各位解析 是因为这个八字就是天干日主受克 地支同日主的五行也一样受克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这个情况下很容易都会产生大问题 很容易都会产生大问题 最严重的就是像各位所看到的 就是死亡 他最严重的情况是死亡 大多数都是什么忧郁症 或者是出了很多意外 反正最严重会到死亡 这一种天干地支 就是同受克的一种情况下 是很不好的 所以 我一直在跟各位讲 因为他这个是时间 他原本就只有一边受克 然后 因为时间造成他两边同时受克 因为时间点造成他两边同时受克 所以天干地支 他已经有一部分 已经先基因在了 结果另外一半在出现的时候 他就在这个时间点很容易出大问题 所以为什么各位就会清楚说 对于日主受克 我一般我的学生都知道 我只要看到有日主受克的情况 我就不会管其他的 不会管你地支是怎样 我只要专门救这一边 因为我很怕会有这一种情况 他会发生 所以我帮你救起来一边 就是把日主救起来的时候 有命在说 有命在说 你其他的在怎么好 也要有命去花 所以说在这一个八字里面 当你日主 天干日主受克的时候 你就要去防范地支日主 什么时候会受克 最好能 就是说 假如是这样的话 那就赶快去 为什么我一定要去救日主 因为我很害怕地支同样的发生 这样子就问题很大 那你地支假如有的话 我也会害怕 我也会害怕 我就要赶快去拯救地支 让他脱困 让他脱困 我可以接受一边受克 ok 但是我很不喜欢看到两边同时受克 两边同时受克 但是你不要有的人八字是天生的 他这边两边就同时受克 那个没有关系 各位你要先听清楚 他两边同时受克 是因为大运流年进来所造成的 不是他本命就是这样 不是他本命就是这样 所以各位要清楚这一点 各位要清楚这一点 他可能是本命就只有天干的日主受克 结果地支没有 或者是地支他有一些日主受克 天干没有 这样子来讲 就要防范另外一边出现这一种情况 假如他是本来就都是日主受克 那个没有关系 那个的论断把就是拉走 就是把日主受克一边处理完 他就会比较好 他就会好运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道理 不要一看到 哇天干地支通知日主 这个不行了 你要真的 没有 没有 那个不是 那是他本来就这样 他本来就这样 所以说怎么让他变好的问题 那这一种的不是 他是只有一边有 然后要防范另外一边突然出现这种问题 或者是他本命都没有日主受克 结果因为大运流年出现了日主受克 这一些问题都比较严重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次有人再见 拜拜